女生真的想结婚吗 因为我不想年纪很大了以后 再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点都不想结婚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 你根本不知道婚姻是什么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 婚姻是我进入婚姻之后 我们俩要共同面对生活 你有想好共同面对生活吗 你刚才特别自然地说 女孩子就爱买东西嘛 那你就自己一个人过呀 我觉得你一个人过 你要负的责任 就是负自己的责任 我喜欢把钱用在买东西上 我就都买了 我喜欢把钱用在投资理财上 我就都投资理财 那是你的自由 但你要想结婚的话 你的钱无来是两个人的呀 你能全部都买掉吗 你能跟父母去要钱 骗钱去买一个包吗 所以你不想结婚啊 你要想结婚的话 你会找这样一个小男生吗 一性朋友很多 不稳定 而且他确实也不想结婚 你嘴上打着谎地说 我该结婚了 我爸妈也说我要结婚了 但实际上你一点都没有要结婚的样子 那咱就别拧吧 别结婚呗 你就潇洒自如地过你的生活 坦诚地面对自己 如果你真的做好了准备说 我想进入家庭 那你就要改变你所有的毛病 就冲着最想过的生活去过 冲着最小样的东西去要 就好了 所以我建议你先单身一段时间吧 什么时候想要进入两性关系 愿意为别人着想 不是只想自己 咱再说谈婚论嫁 男生就更谈不上什么了 就是玩玩乐乐嘛 那些女性的哥们 也不过是你玩乐的一部分嘛 这个女朋友也是你玩乐 就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嘛 其实你根本没有想要认真的对待生活呀 那你就不要拴着她 不要让一个比你大四岁五岁的女生 因为你的和她的不一样 而天天操心 你就过你自己洒脱生活不好吗 所以我是不太建议你们在一起 没有共同的生活目标 不用说共同的生活目标了 都是得过且过 浑浑噩噩地在自己现在的状态当中 那咱就先这么待一段时间也行 等什么时候清醒了 找到对生活的需求 找到对另一半想要负责责任的时候 我们再去考虑谈婚论嫁 再去考虑维持一段长期的 稳定的彼此依靠的情感 谢谢